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黄秋生黄秋根 大家知道他之前不是很高调去台湾拍什么拍什么 但最后也有回香港饮食 黄秋生和陈淑义 朱百康就计去年8月合演舞台剧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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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艺术叫Art Art 就是骗人骗 之后今年10月就重演 暂时就打算开白场 他就说 哎呀 早段时间就在台湾地区拍饮食节目 未有 时间 重新踏赏舞台 所以他也用复出两个字来形容自己 说到 香港 观众很想念他 他们突然之间躁意大发 好L葡萄 他就贬债地说 哎呀 观众好像想念王子华多些 王子华近期的舞台剧《最后的礼物》 听闻也挺好 还举例证明他不是只说的 他提到 偶然又跟网民喊傻 王秋生亦都说 你跟他们说什么都好 他都叫你压屎 可能也是 不过又不是个个这样的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和网民喊傻 对了 他更加是被人问候过他老爸 为什么不是 妈妈 因为他老爸是 炮低了他 OK OK 去年这个Art 一演演了15场 相隔一年多重演 三名主角 都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影响了心情 王秋生就说 好像踩钢线似的 又不知道 到时会怎样见步行步 因为怕疫情反复 没得演 朱胜就说 今天不知道明日事 有得聚在一起 就珍惜一下 问到 两次演出是不是有不同呢 刚才说的 陈淑仪 他就认为 剧本虽然一样 但是 要看彩排时 大家会不会拆出新的火花 王秋生也说 朱生上次演出的压力特别带 他个人比较慢热 搞十天 都是天黑 但是 一滴水都没有 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 但是跟着就会 龐驼大雨 他真是后劲很劲的 前面 包尾 后面 一条大直路 铲上来 变了压力 就去回他那里了 其中三名人士 原来 就是为了 一幅 艺术品而 争吵 彩排时 亦都会争论怎样演好他 王秋生就说 连叫外卖都咬一餐 其实他都挺喜欢和人叫杀 问他是不是和网民吵架 他就说 不用争论 不适合 不合听 就刮了他 刮了他 一只手就搞定了 最多 就回答一句 因为 第一 不懂他 第二 也不知道是不是AI 有些只是 会说两样 一是 叫我厄屎 一是 就问候我老子 就是我老爸 你跟他说什么都好 他就叫你厄屎 我就不断刮了他 去年的美场 王秋生曾经表示明年会复出 亦都 承认 重演 即是复出 在台湾演了之后回香港复出 他意思在台湾有 有少少东西 他亦都说 我经常都不记得 告别 所以我不会告别 但是 我会不停复出 提到相隔多年 才跟香港观众见面 会令到香港观众好挂的 王秋生听到 就立即 好Q葡萄 就说 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他们 挂着王子华多过我 他们挂着王子华多过我五倍 他演四十场我才演八场 我如果加到十五场 那就是三点五倍 如果我开到四十场 他们喜欢我 我就跟王子华一样 不过 王秋生认为 开四十场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那么多观众 也没有那么多场让我订阅 其实第一句比较对 我没有那么多观众 跟子华神比都差得 挺远的 说真的 当然 去年王秋生就在 台湾地区 假装 个个叫超生哥超生哥 但其实人家 都是 约束看到你 有分九岁下年纪 废事 隔你 他去年 原来还在台湾地区推出小说 小说叫做 《黎根的天台》 他也想不到因为 疫情衍生了这次机会 他就说他在台湾 认识了个 出版社的社长 他本文学雜誌 在台湾很出名 他 又有搞出版 我回到香港隔离 闷起上来 就开始写一下故事 拿了 上Facebook 突然收到台湾那边的朋友说 社长叫你不要再拿上去 多怕他说我文不不好 不要再放东西上去丢架 谁知道 他就说 叫你留下个故事给他们登 他 吓了跳 不过 就觉得 答应他 他就说 很喜欢 一下就答应人那种爽快的感觉 那就是不用佬了 你问我结婚好不好呢 我都会说好的 但是跟着就后悔了 你老婆听到什么感受 他就说 隔离 期间还没写完 社长经常追求我 整个 追溯佬 追债 但是完成了都挺开心 台湾地区书展 出了 双方便 他们说 杂志社 试过两个人出双方便 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 那么不够 他说是张爱玲 这些 那么出名 说得 跟张爱玲一样 好像有 差得多远 有点距离 真的差得多远 他说 说完这件事就开始害怕了 他又开始追稿了 黄秋生曾经在社交平台 透露 原来 他想开一个演唱会 居然 我知道他有时候会唱歌 但是 因为你有没有那么多作品可以翻唱 他就说想搞一个 演唱会 他就说 有意开一个 不是巡回演唱会 是叫轮回演唱会 好笑 哈哈 他就说 我长期隔离 无人跟我说话 发觉失声 把声又沙 说话中走音 自己都跟自己 说话 都会善态 好得人害怕的 一个演员没了把声就死定了 所以就去接种 接种之后就回春了 居然他就在家 是 弹吉他把声 可以回到高音 他就说不知道自己接种了什么 可能是女性的 賀尔蒙 他就说跟着找朋友 连歌 都几十岁人 不如搞一个演唱会 我这个叫 福克 摇滚世界轮会 我会抬着头 是会 这样 这么搞笑 抬着头 之后 带着地拖放在头上唱 很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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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刚才说 轮回演唱会 有少少不吉利 因为通常 糟糕了才轮回 没错 当然了 台媒 之前亦是 问黄秋生一个很敏感问题 刚才我们就说 有人说问他老爸 台媒就问 为什么你这么像西人 那么多年以来 黄秋生有找他老爸 之前BBC 报道过 他找到两位大佬 在墨尔本住 其实 他不知道 他亲生老爸 有投家在英国后来 去了澳洲 很多前英籍民地的官员 最后的归宿都是来澳洲的 因为 可以住得舒服一点 其实 这件事都很久了 18年3月的时候 黄秋生就和两个身材高大 满头白发的西人老人家 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 聚会 他 就是和他两个 74岁的 当然当时74岁 4年过去 78岁 的英国 同父义母兄弟见面 他也知道 黄秋生叫Anthony 也知道他是香港知名演员 但从来没见过 虽然英国 后来他老爸没有在英国 去了澳洲 他也形容 很神奇的 Murical 当时50多岁的黄秋生 现在都60了 其实 只懂得几个单词 多届电影金奖奖得主 都未敢相信他人生遇到了 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几十年来黄秋生的 阿爹就是英国人 他一直 都在找 四岁那年 移居澳洲的父亲 他父亲叫 Frederick Frederick Perry 是前港英的官员 王秋生 和他母亲相而为命 知道他父亲的信息非常零碎 有些旧照片 但无论是香港红十字会 还是其他机构 沉亲一直没有结果 因为英国也找不到 因为他去了澳洲 后来 BBC 居然在BBC发布了 一张照片 在Facebook BBC Facebook上 写着 Hong Kong in the 70s 的主业 居然有人帮他找父亲 后来真的是找到的 他两个大佬 原来他就是Anthony 这也不奇怪 那两个大佬如果他的生父没有跟他们透露 不知道也不奇怪 他说他父亲有说过 没有找过去的 最奇怪 是的 其实很多前英的殖民官 包括美军 你知道美军有很多地方住宅 都留下了自己的种 很多都走了 菲律宾 台湾地区 他有个大佬叫John John Perry 另一个大佬原来是孖生的 就是 叫做David 他们 在英格兰出生 但是后来好像很多英国人 移民了澳洲 突然之间 他们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一位 远房亲戚的email 就说 有一宗相当敏感的事告诉你 原来David 和John 看到 那个不是爸爸 爸爸为什么抱着个孩子 原来 整件事他都 很吃惊 只知道爸爸是说过 自己 曾经 在香港有段情 嗯 有段情 其实这个 不出奇 因为以前你知道 前英殖民地很多 包括 之前很出名的一位 已故的 累贵歌手 Bob Marley Bob Marley 他的父亲也是前英殖民官 不过他就是 牙买家 王秋生 现在 不复当年 真心地说 不复当年 不是他的年代 可否这么说 不是他的年代 之前卷入了那么多 那些政治议题 一卷入了政治议题 就很难 说真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各位网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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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